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呢就是老掉牙 那牙掉了就掉了吧 觉得不是个大事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80 20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呢 到了80岁的以后 如果咱们还保住20颗牙 那是相当一笔可观的财富 所以这个牙齿呢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也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郭叔叔 他呢拥有一口好牙 郭叔叔你好 你好 郭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77 快80了 快80了 然后您的牙齿据说呢 保养得特别好 是不是这样的 还可以 我的满口牙现在是20颗 20颗 上的10颗下的10颗 老天的眷顾还比较对称 所以我现在基本可以正常吃饭 好 那现在叔叔 我们要给您拍一张照片 是露出八颗牙齿的微笑 那么如何才能像叔叔一样啊 到了这么大的岁数之后呢 也能拥有一口好牙呢 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交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亚洲科张彦霖副主任医师 掌声欢迎 你好 张医生 欢迎请就位 张医生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这个老掉牙这个思路啊 咱们要换一换了 咱们争取啊 到了80岁的时候 也能拥有一口好牙 如何来做到呢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 我们有一个8020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科对于一项 社区老人的这个 口腔卫生状况调查显示 80岁以上的老人 像郭叔叔能达到 20颗以上牙齿的人数呢 却不到30%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目标 还离得挺远 还有很远的距离 那么如何可以做到 延缓我们牙齿的衰老 那像我们这个牙齿 这个衰老的变化 虽然是不可逆的 就像我们这个下行的汽车一样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还是有办法可以做到 让这个衰老的过程慢一些 那么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设置三组减速带 让我们这个牙呢 掉得少一些 或者不掉牙 这三组减速带呢 分别是通过改变 我们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 第二组呢 就是说 极早地发现一些 口腔疾病的信号 最后呢 就是如果掉牙了 或者有一些牙齿的疾病 那么我们就积极地治疗 与病共存 好 那咱们先慢慢捋 第一条减速带 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改掉错误的用牙习惯 那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了 茶话会的 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什么坚果 这个瓜子 还有核桃 开心果 挺好吃的 不错 我们现在不是来品尝味道 我们是来 要研究一下 大家平时用牙习惯的 杨冰平时会 这磕瓜子吗 我觉得这些太容易了 这些不是 小时候都会的吗 我觉得我牙齿挺好的 就平时我们朋友 出去聚会 这个啤酒瓶 它没有那个起子的时候 都是用你 然后那个汽水也是 直接把它咬了 然后小时候吃那个 火腿肠嘛 咬最前面那个坚硬的那一块 我觉得我这牙齿特利 我一咬就把它咬下来了 那你说再吃这些东西 不是太容易了吗 比如说这个吧 我们小时候 它比较硬 我们都是拿那个门 嘎嘣给夹开的 后来我发现 现在有这种 薄一点的这个核桃 这批核桃 直接咬呗 嘎嘣一下 就能咬一个缝 就可以吃了 我现场给你咬一个 真的吗 这事 哇 真的 真脆 这都不算什么 但是我咬完 有代价 什么代价 我那牙崩了一小刻 真的吗 我真崩过 就是跟那核桃皮 那小白色就出来了 我过去呢 特别喜欢磕瓜子 而且呢 一磕起来就没完 这样呢 就是我的这个上面门牙呢 都磕成了一个祸口 至今呢 都有这个痕迹 所以就说呢 牙齿呢 就是保护得不好 我跟这个老师有同感 小的时候啊 这个瓜子一刻没完 尤其过年的时候 往一块儿聚 那个瓜子不吃完不散 所以吃我的牙也有活口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 这硬果我根本 连摸都不摸 那您会不会拿这个牙签来踢牙呢 说牙签了 牙签这个使完以后吧 越踢 这分越大 我现在牙签也不实了 就拿牙刷 就拿牙刷 好的 这到底我们要怎样 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呢 如果我们长期大量 过度地咀嚼一些过硬啊 或者粗糙的食物 也会造成我们牙齿的磨损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左边这幅图 这个牙齿表面的幼质啊 它已经就被磨掉了 可以看到这个 淡淡黄色的牙本质暴露 这个时候 患者肯定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牙齿敏感的症状 或者说患者来到诊时 会觉得我觉得我这牙有点 咬东西吃不上劲 咬不力了 还有呢 就像刚才阿姨说的 长期老是用一个固定的部位 去吃瓜子 那也会对我们的牙齿 做成一个特定形态的磨损 比如切牙的一个瓜子窝 然后呢 除了这个外力的原因 我们牙齿本身 它还有内在的原因 你看像我们这个牙齿 就是人体它很神奇 我们的牙齿呢 它是后牙有牙尖 有窝钩 它上下牙的这种肩窝相对 帮助我们去咀嚼 研磨食物 但是我们这个深的窝钩 它其实就是我们牙齿 自身的一个薄弱环节 如果在长期的这种 外力的作用下 牙齿本身它就会像我们的瓷器啊 发生一些内部的裂纹 这个裂纹 在外力的作用下 可能越来越宽啊 越来越深 最后牙齿也有可能会霹裂 就会被拔掉了 甚至刚才有嘉宾提到啊 还要去拿这个去开酒瓶子 这些习惯呢 我们是一定要避免的 为什么呢 就是虽然说啊 我们这个牙齿非常的坚硬 但是在受到极大的外力的这种作用下 它也是会发生一个批断 就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 吃核桃的时候掉出一个小牙尖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磨舌头呀 或者说牙齿的敏感 酸痛 那么如果批得深一点 那么可能就会累积到我们的牙神经 这个时候你的牙就需要去杀神经治疗了 就可能说会出现一个牙齿无法保留 我们就要把它拔掉 这样就得不偿失 其实我们如果说要吃坚果呀 或者开酒瓶子 还是建议大家去用专门的工具 不要去挑战我们这个牙齿的坚硬程度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牙呢 且用且珍惜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减速带是什么呢 除了改掉错误的用牙习惯之外 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说刷牙 可以延化我们牙齿的衰狼呢 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口腔里有很多的细菌 也就是我们说的牙菌斑 堆积在我们牙齿的表面 一个成熟的牙菌斑呢 是没有办法通过漱口呀 或者说水冲的办法把它去除掉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刷牙这种机械的接触的方法 把牙菌斑有效地去除 接下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就是考考大家刷牙 究竟准不准确 过不过关 来 我们掌声欢迎大家现场刷牙 杨斌 你先来了 好不好 我一般要把这个头给湿润一下 要不然 按着你的习惯来 对 要不然我 我觉得它刷到里面泡沫不多 我们有牙周科的专家在凝视着你 如何刷牙 一记就说明你的刷牙是有问题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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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请张医生 为大家再点评一下 大家刷牙方式 究竟是否科学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对刚才四位嘉宾 现场刷牙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点评 我们分别要从 这个刷牙的位置 是否刷到了牙银 还有刷牙的方法 是否正确 以及是否有意地 去清理牙缝 三个维度来进行点评 那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位男嘉宾啊 第一位男嘉宾刷牙呢 非常的利索 又转圈刷呀 还有这个横刷 但是呢主要都是在刷牙面 并没有牙刷毛碰到牙银 其实就是应该刷的地方呢 没有刷到 而且只刷外表面了 没有刷到牙齿的内侧 其实外侧相对来说 要比内侧清洁度要好 其实我们刷牙的重点 还是应该在我们的舌侧 就我们舌侧能舔到的这一侧 而且呢刷牙的这个速度呢 稍微快了一点 如果按照我们正确的刷牙方法呢 初学者可能三分钟 都不一定能刷下来这一口牙 然后第二位女嘉宾 美艺 美艺啊 这个刷牙呢 也是非常的卖力在刷 又横刷 然后又转圈 同样也是只刷到外面了 内侧面没有刷到 然后刷牙速度也是快了点 一分多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阿姨啊 好阿姨 阿姨刷牙呢 非常有自己的这个张法 还要刷两遍啊 先横刷再竖刷 然后刷外面刷咬合面 但是咱们刷牙的幅度呢 有点太大了 还有就是有看到这个阿姨呢 有特意的呢 去刷一刷牙缝 我见过那种 就是刷完牙 那牙刷都不好了 就牙刷张牙舞爪的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姿毛了 它可能就是牙刷刷的时候 太用力了 我们这个牙呢 还有我们的牙银 其实尤其牙银 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 我们不应该用过硬的牙刷毛 也不应该用太大的力量 这样会把我们的牙银刷坏的 然后我们看到叔叔啊 叔叔刷牙呢 一开始不张嘴 不张嘴 牙刷就在里面这样移动 其实我们建议刷牙的时候 还是上下牙最好分开 一个整个原则是上牙往下刷 下牙往上刷 我们最好是顺着牙银生长的方向去刷 不要竖着来回刷 我们最应该刷的 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里 这个细菌 以菌斑的形式堆积的地方 就是我们牙银和牙齿交界的地方 包括两个牙挨着的这个灵面 都是我们最要刷牙的地方 其实我们刷牙刷的就是 这个牙菌斑 它是罪魁祸首 对 所以清除了牙菌斑之后呢 就能够延缓我们牙齿的衰老 对吗 对 那我们就得知道牙菌斑 它在哪儿最多呀 它最容易在哪儿堆积 我们就刷呢 结合动画 请张医生为大家讲解一下 来看 我们看一下啊 就这个牙菌斑呢 一开始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啊 包括这个牙齿根面的一个堆积 在它是菌斑的时候 软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通过刷的方法 把它去除掉 但形成牙齿了 我们就刷不掉了 这个时候 它就会造成我们局部 这个牙周的组织 牙银的一个红肿呀 牙草骨的吸收 我们牙银也就跟着退下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银 下面的 牙银所依附包裹的 这一部分是牙草骨 这个才是我们保住牙齿 能够长久在口腔内 行使功能的一个根本因素 它就是像我们的地基 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 我们的牙就像大树种在土里 牙就种在了我们的牙草骨里 那如果由于牙周的疾病的原因 造成牙草骨吸收 水土流失了 那这棵树 也就是我们这个牙 它肯定就不稳了 就会出现松动 脱落 如果这个地基要是塌陷了的话 那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了 对 好 那么是时候 该知道如何正确地刷牙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结合到剧情 张医生的详细地告诉大家 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刷牙 这就是我们口腔内的三颗牙齿 这个粉色的呢 就是我们的牙银 当我们要刷牙的时候 主要要刷牙银和牙齿交界的这个地方 还有牙齿的鳞面 这个都是我们卷斑最易堆积的地方 我们选择合式的牙刷 然后呢 把它放到牙银牙齿 这个粉白交界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刷毛呢 应该一半在牙银上 一半在牙齿上 然后轻轻加压 向着牙面倾斜45度角 轻轻加压 原位水平正颤四到五下 幅度呢 大概一毫米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 当我们把牙颈部的这个均斑 软垢啊颤松以后 我们再向上 扶刷两下 挑出来 把它扶刷两下 那些年我们刷错的牙 我们一直以为要刷我们这一口大白牙 其实不是 要刷的是这个交界处 对 在刷牙的过程中 还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刷上牙后侧的时候 可以小张口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大张口 我们的肌肉关节是处于一个 比较紧张的状态 对 我们的牙刷其实都进不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 看到很多患者 这个上后牙的颊侧 就刷得不是那么好 哦 明白了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要用正颤的方法 要把这个牙军班 先给它弄碎了 然后再给它挑出来 对 然后再把它给刷下来 真的是要地毯式的 一颗一颗的来刷的 我觉得两分钟我刷不完 所以刚开始大家学的话 真的三分钟的刷牙 慢慢熟练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牙刷毛 虽然尽量地去进入到灵面里 那还是有一部分是刷不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没有牙缝的时候 我们是要用牙线来清洁 大家那个应该都有用过牙线吧 有的有的 然后但是大家会有疑问啊 这个牙线使用会不会让我的牙方变大 或者说使用的方法不对 我们日常呢看到有一些患者 用牙线的时候呢 就放到俩牙之间 然后就使劲 一下就强行进入了 它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应该是用把牙线呢 缠在我们的食指或者拇指上 然后用两个手指顶住 之间距离一定不要太长 如果太长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好去控制的 所以我们要距离比较短 然后放在两个牙之间 我们要做一个拉锯式的动作 就很顺畅它就能进去 进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成C字形 包绕住一侧的牙齿 然后滑到银沟里向上 这样做三到四下的一个 清除菌斑的动作 然后再反方向包绕住 另外一侧的这个牙齿 再这样做一个清除牙菌斑的动作 那我刮错了 我是把这个牙线放到牙齿中间 就是这样来回的 不对啊 它其实要刮这个里面 就是说像带上来的 对我们是要清除牙菌斑 它都是长在我们牙齿表面的 然后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定要拉锯 不能这样出来 我们要拉锯式的这样出来 那么对于有牙缝的患者来说 我们就可以选择更适合的 这个里面清洁工具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不同型号的牙缝刷 因为根据牙缝的大小不一样 这个设备太齐全了 对 它的直径不一样 分别可以适用在不同程度的 一个牙龈退缩牙缝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刷牙再认真 可能也只能刷掉70%的军斑 那有20%到30%的军斑在里面 是我们清洁不到的 所以我们势必就是要借助 里面的牙线或者牙缝刷 根据你自己有没有牙间隙 有没有牙缝来选择 好吧 如果我们改变了生活的方式 但依然无法阻挡牙齿摔倒了脚步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挽救我们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早期信号 来发现我们口腔疾病的蛛丝马迹 减速带又来了 来看大屏幕 减速带第二段 警惕牙龈出血 牙龈出血呢 大家听的也是比较多了 生活中也比较常见 究竟什么样的原因呢 结合动画 请张医生为大家详细地讲解一下 来看大屏幕 我们刚才说了 牙齿的这个菌斑会不断地在牙齿上形成 我们需要每天两次刷牙去清除它 但是呢 如果没有及时清除掉 菌斑会越形成越多 甚至呢会到银下 长此以往呢 还会形成这个牙石 就变硬了 我们就更去除不掉 在牙石的表面 又会形成更多的菌斑 这个时候就在我们牙周这个组织周围 形成了一个炎症反应 表现为我们牙齦的一个红肿啊 充血 这个时候带内壁呢 也有可能就是一个破损 有很多溃疡面的这么一个状态 牙齦就从一开始很坚韧的状态呢 变成了一个松脆松软的一个形态 这个时候受到外界的刺激 它就很容易出血了 变得很脆弱 不堪一击了 对 那我想问问大家平时 有没有这个牙齦出血的状况 有啊 我的非常明显的体现 就是嘴里面口舌生疮 而且牙龈就特别容易出血 在那几天我就需要用那种中医类的这个牙膏 可能刷一下 我觉得才能得到缓解 要不然的话就是牙关还一直肿着 这一刷牙就哎呀 血就出来了 我经常 这几天也一直在出血 你就刷牙的时候会出血 刷牙会出 但是我会特定的某几颗牙齿 比如说这边和这边的几颗牙齿 脆弱的牙齿 对 刷牙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是啃这个硬苹果 然后用冲牙器 立刻 呀 就红了 我牙也经常出血 也经常出 什么时候出血 特别是在早上刷牙的时候 这个刷不了两下 呀 那牙刷就红了 而且呢 赶紧用树口碑去树 树了几杯 那个血都止不住 有时候就是先树得差不多了 说狠 狠一会儿那水吧 再吐了还是有血 而且有时候吃点硬的东西 比如说吃个水果苹果 拿牙一咬 那个苹果上就沾着血了 很脆弱 对 经常是这样 谢谢大家 牙齦出血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非常普遍的状况了 大家都会有 那张医生 您给大家总结一下 牙齦出血都有哪些症状呢 牙齦出血 刚才几位嘉宾都说得很对啊 经常就是在我们刷牙的时候 会有牙齦出血 包括我们吃苹果呀 咬馒头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呢 有一些血印 还有就是有的患者 他会有沉起啊 觉得口腔里会有比较 颜色比较深 褐色的唾液啊 这可能都是牙齦出血的表现 但是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 虽然说牙齦出血 绝大多数呢 它都是一个 牙周病的一个早期信号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甄别 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 全身的疾病 它也会造成我们牙齦的出血 在临床上呢 我们会通过询问患者的病史啊 出血的量呀 以及有没有自发出血 包括有没有一些用药的情况 来鉴别 它到底有没有一些 全身系统性的疾病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么应该来说 褐牙出血 大多数的原因 就是因为患了牙齦炎 或者牙周炎 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啊 别觉得出点血没事 但是这个就已经是 最早期的信号 就应该来看牙了啊 那么如果发现牙齦出血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牙齦出血了 我们还是要刷 不能说我一刷牙 牙齦出血了 我就不敢刷 那么不刷 这个菌斑它不会停止生长呀 越来越多 造成局部的炎症 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刷 然后刷完以后呢 我们还要想着 我得挂个号 我得看一看了 这个时候牙齦出血 它可能已经不是说 咱们自身通过刷牙 灵面清洁就能解决的 可能就需要到专业的机构 由医生来帮你做详细的检查 给出相应的治疗 好的 我们来看 发现早期信号的第二个减速条是什么 警惕牙齦萎缩 这个牙齦萎缩到底是如何来判定呢 我们结合大屏幕 请张医生跟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能看到很多患者就说 我牙齦萎缩了 这只是老百姓说的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我们应该叫牙齦退缩 这个牙齿好像变长了 牙根也露出来了 牙齦乳头也没了 然后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缝隙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牙齦萎缩了 那么牙齦萎缩 为什么是牙齿衰老的表现呢 我们来看个动画 这就是牙军斑 对 罪魁祸首 对 这里面有种类 非常繁多的细菌 然后它会就造成我们这个机体 在局部产生一个 想要杀灭它的这么一个免疫反应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在我们牙齿周围形成了一个战场 细菌想来对我们这个牙齿周围的组织 形成一些不好的作用 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细胞 它也来应战 这个应战的过程中 它也造成了我们这个 牙周组织的一个破坏 造成的破坏主要表现为我们这个牙周带的形成 牙草骨的吸收 包括牙银退缩 它整个这个地基塌陷下去了 外面这个背腐的牙银 它也就跟着下去了 还会形成牙周带 牙周带是什么概念 牙周带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本来我们牙银 是和我们牙根结合的 它上面有一个大概一到三毫米的一个间隙 但是由于细菌的这个作用 它就分开了 形成了一个骨肉分离 也就在我们临床上说的 形成一个牙周带 所以我们每天这个牙齿的这个牙银勾这里是 存在着各种基站的 真的 对不对 那您赶紧到我们这个嘉宾席上去看一看 大家的这个牙龈怎么样 有没有退缩的情况 好的 辛苦张医生 好的 好的谢谢 这个阿姨牙齿怎么样 有没有牙龈退缩 阿姨虽然刷牙很认真 但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牙龈退缩 可以看到有一点根面的暴露 包括这个向前牙呢 也有一点牙缝出来了 已经有牙龈退缩的症状出现了 对对对 牙龈退缩了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逆转呢 张医生 牙龈退缩的话呢 我们要看牙龈退缩的原因 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刷方法不当 大力横刷或者说竖刷造成的牙龈退缩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手段 帮助把这个退缩的牙龈进行一个恢复 但如果说就像我们说的是因为牙周炎 比较严重的牙周炎造成牙草骨吸收了 我们这个骨头没了 这个牙龈退缩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牙周组织的特性 我们这个骨头一旦吸收了 就回不来了 所以牙周疾病它一个特点是不可逆的 那么除了刚才张医生为大家介绍的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发现早期信号可以延缓我们的牙齿衰老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减速牙齿衰老呢 我们再来看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减速牙齿衰老呢 我们再来看 减速带 第三组 洗牙 大家有没有洗牙的习惯啊杨斌 有啊 我后来知道洗牙比较重要 而且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好 就是每天我最少得两杯咖啡 然后呢 每次一去洗的时候 医生就会告诉我说 你看你这个牙齿 尤其是后面啊 就是藏了很多的这个咖啡子 一看就是你喝太多了 然后也会有一些结石 正好洗的时候 把那个咖啡子和那个小小的结石都能洗掉 所以后来这两年反正最少两三次吧一年 我不敢洗 为什么 我这么多年我都不敢洗 因为我不记得曾经谁跟我说过一句 说洗牙洗多了以后牙齿会敏感 然后而且我牙本身也挺白的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需求 我从来不洗牙 我觉得去一趟医院太麻烦 喂了一口牙还得去那儿折腾折腾 我这个牙我觉得我每天好好刷刷 吃饭 吃水果也不受影响 我好好刷牙不行吗 你非得让我洗牙 对 就您去牙科的时候 看到旁边的人在洗牙 那个时候会造成了心语阴影 是 是 是 落下阴影了 不去洗 看来大家对洗牙都是有顾虑的 一呢 是怕这个牙缝变大了 二来呢 是怕这个牙齿变得敏感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张医生 我们刚才也说了 如果因为牙周的疾病导致牙阴退缩 我们没有办法让它恢复 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积极治疗 控制住牙草骨不要进一步吸收 牙齦不要再退缩 这就是我们觉得 还不错的一个治疗效果 那我们就还是建议啊 要早一点来洗牙 在你牙周破坏 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 我们洗完牙 所谓的这些牙方变大 牙齿敏感的症状 其实就不会很明显 但如果说你的牙草骨 已经吸收都到一半了 牙齦也都退下去 牙根露出来了 这时候洗牙呢肯定会 把我们牙齿表面 脏洞一去除掉 一下这牙齿 牙根就裸露在 口腔这环境里 一定会有敏感的症状 那这洗牙 我看到牙科医院上面 讲的是说 半年要洗一次 需要洗这么频繁吗 这个因人而异吧 对于就是没有明显的 一个牙周实质性破坏 比如牙隐炎的患者 我们可以建议一年洗一次 如果有牙周疾病的话呢 根据它口腔卫生状况的情况 还有牙周疾病的严重程度 有的时候半年 有的患者可能就需要三个月 做一次专业的这种维护治疗 把牙银上面的牙石 和一部分和银上石相连的银下石 去除掉 这个叫银上节制 那这个洗牙呢 这个其实很多人 还是存在一致半解的状况 我们结合动画来看一下 究竟这个牙该如何洗呢 来看 我们可以看 就是在一开始 牙齿上表面形成了一些菌斑 然后可能刷牙没有刷干净 慢慢我们牙银粉色的这个状态 就变成了一个冲血发红 慢慢也就水肿了 而且是贴近了牙齿的 牙银沟这块发红是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也形成牙石 我们清除不掉了 通常来说 我们用超生节牙的这个方式 通过超生高频的震荡 把我们牙齿表面的牙齿击碎 然后同时呢 有这个水冷却啊 还有冲洗的作用 一般来说洗完牙 我们的牙银就会再次 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质韧啊 颜色比较粉红的状态 那我特别好奇就是 长期有这个定期洗牙习惯的人 和从来不洗牙的人 那么它你的牙齿好坏 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有的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呢 定期进行牙周治疗和维护的患者 他的这个十年来看 人均施牙率可能不到一颗 但是从来没有接受过牙周治疗 更别谈去洗牙的这样的一组人群 十年观察下来 人均施牙可高达六颗 还是非常有差异的 好 那我就在想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牙齿摇摇欲坠了 这个时候咱们是留下它呢 还是让它去吧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应该讨论一下 美艺你怎么看 我觉得怎么着都是自己的牙齿 它不是假的 只要它不影响我太多的吃啊 或者是难受什么的 我一定会留着它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牙 稍微有点晃动 它也不影响我吃饭 吃水果 吃个肝果什么的 还是应该先留着 我觉得随它变了就不管了 让它放飞吧 对 强扭的光是不甜的呢 出现了牙齿 这个摇摇欲坠的情况了 咱是留它还是不留它呢 张医生 如果医生判定这颗牙留不了了 那么还是应该尽早地拔除 患者呢都不想拔牙 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但是患者也要知道 作为医生 我们会比你们更不想 让你的牙齿离开你 一旦我们判定留不了 那它是真的留不了了 但是如果你不拔它 就像刚才这个叔叔说的 我就随它去 那么它这个炎症 并不会因为我们不管它 而停止 我们说了牙周病 它会造成牙草骨吸收 吸收到根肩的时候 牙齿就松动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牙草骨了 或者牙草骨很少了 我们后期 如果想修复的话 我们也是要在牙草骨上 去进行一个修复 有更好的这么一个地基 更丰满的一个地基 我们后期香牙的效果才好 所以如果牙流不了了 我们就要尽量地去保骨头 不要听之认之 还有如果你不管它 它局部的病灶 慢慢地还会向 相邻的牙齿去波及 这个时候 你本来就一个牙不好 可能就影响到两颗三颗 明白了 就是这个牙齿 我们重点是在于 保护好牙草骨 这个地基 咱们一定要护好了 那如何与牙齿和平共处呢 我们来看看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来看 减速带 香牙 这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 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 那这个香牙 目前有哪些方式呢 张一先生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的牙齿 真的留不了了 我们也不要说 就空着这个空不管它 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去进行一个修复 也就是我们说的香牙 那么常规的香牙手段呢 有活动甲牙 还有固定一尺和种植牙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活动甲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活动甲牙 它其实呢 还是要分这个局部活动甲牙和全口 就是牙都没了的话 它也可以做一个全口的活动甲牙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局部活动甲牙来看呢 它是由这个粉色的积托 还有上面的这个白色的人工牙 以及这边的这个金属支架 和上面的卡环组成的 它主要是靠这个积托 做在这个粘膜上 由粘膜提供一个支持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卡环 抱在我们相对比较健康的积牙上 拿到一个固位的作用 活动甲牙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需要每天摘袋 包括摘下来要清洁 它就是稍微的话会有一点不方便 但是它的优势呢 就是制作的周期比较短 然后制作比较简便 很快就可以带上 但是它的功能性稍微差一点 毕竟它是靠卡环卡爆的这个功能嘛 所以使用上稍微差一点 舒适感稍微差一点 还有哪些方式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有这个 一颗牙缺失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评估一下 它旁边两颗牙的一个情况 如果旁边两个牙的条件非常好 能够支撑这么一个二代三的固定桥 也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固定桥 通过这么一个三单位的桥 把它粘在我们旁边的积牙上 但是目前来看 就是如果你前后这个鸡牙本身 它就有牙髓症状 本身就需要做灌 那么我们可能用这种方式比较合适 如果它本身就是好牙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牙磨小一圈 就对这个牙稍微有一点损伤 就是把相邻的两颗牙咬磨损 这样变成一组给它带上去 对 相当于我们的鸡牙 就是两个桥墩子 然后撑起了这个桥 那它的好处就是不用拆卸 对 它是靠粘机 粘在我们这个鸡牙上 它就是死的 摘不下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种植技术 越来越发展 因为越来越广泛 我们可以就是说 如果这个牙留不了了 被拔掉了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种植手术 在我们的牙槽谷上 去进行一个窝洞的制备 然后制备成一个 适合种植体形态的一个窝洞 然后把我们的种植体 也就是这个人工牙根 直到这个窝洞里 然后上面放上这么一个浴和帽 然后过三个月 我们这个种植体和我们的骨头 已经长好了 形成了良好的骨结合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取一个模型 送到激光室去制作假牙 大概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把患者叫回来 然后带走属于它的这个 种植修复牙了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最大程度上模仿我们这个天然牙 而且对鳞牙没有损伤 那这三种方式的话 是不是也要在实施之前 对患者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呢 对 如果说患者 他全身情况不能耐受 说这个手术或者他不想手术 那么可能就不能选择种植牙 那么如果缺牙比较多 那么只能选择活动一尺修复 好的 那说到这里 我有想到您最初说到的这个话题了 您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我们需要做到哪些方面 那从我们的角度就是 我们要改掉我们不良的一些 用牙习惯 刚才我们说了 还有就是我们要学会 正确的这个刷牙方法 然后做到里面的清洁 有效地控制菌斑 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要积极地就医 接受相应的治疗 洗牙也好呀 或者其他假粥治疗也好 终止或者说控制 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 通过治疗呢 消除炎症 控制疾病 然后如果说最后 我们还是有些牙要离开我们 那我们就要积极地去用一些 合适的修复方法 还原我们这个 口内的一个牙齿的情况 祝愿大家都能够实现 人老 牙不老 节目最后再次用掌声感谢 张彦琳主任的精彩讲解 谢谢您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健康之路 我是丁锡 下期再见